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 杠杠CLR那个模速方法 对吧 对 那这节课咱们再认识两个模速方法 但是认识模速方法之前 咱们先学明白 什么是对象的篡形化 好吧 那什么是对象篡形化呢 咱们知道对象 咱们在声明之声明类之后创建完对象 包括整个应用的过程 对象是在咱们服务器的内存中存的 是不是这样吧 那内存存的数据咱们说有个特点 不管它是暂存的还是堆存的 那脚本运行完之后 是个内存的东西会被释放掉 对吧 或者我重启环境 或者我重启我的服务器等等 内存的数据都会被清空 只有重新运行 才会重新将这个对象 加到内存 再重新使用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面向的这些对象都要加载到内存中使用 对不对 那如果妹子 我做好的一个对象 我传到你机器里边 让你机器里边去使用 那在我机器内存 传到你机器是做不到的吧 对不对 或者是我把这个对象 用的对象比较顺手 对不对 我想把它保留起来 重启完机器之后 我还可以继续用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做到这一点 内存中的对象 是不能够在网络中传输的 也不能持久存到我硬盘的 知道吧 那我需要怎么办呢 就需要把对象篡一些化 那也有个名字叫做对象序列化 知道吧 只是两个名字而已 也叫对象篡形化 也叫对象序列化 两个名字啊 是一样的东西 那篡形化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说了 不管开发网络程序 还是将数据保存的数据 会保存的文件 对不对 其实玩的大部分都是玩字符串 知道吗 如果我能将这个对象 声明好 这个对象的结构 以什么形式啊 以字符串的形式 转化成字符串 把对象转成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串 我是不是可以传给你了 对吧 这叫篡形化 而你那边呢 拿到这个字符串又是没意义的 把这个字符串再转回对象 又可以使用这个对象了 对吧 那从对象转成字符串这个过程就叫做串形化 而什么 把那个字符串再转回对象了叫做反串形化 对象到字符串是串形化 而字符串变成对象就叫做反串形化 删的一个过程啊 有点绕嘴 嗯 那咱说了两个目的的时候需要将对象转成字符串 平时我用的时候就在我本机用就行了 不用转 对不对 咱说两个时候记住这两个时候 一个就是将对象在网上传输 将我电脑里的对象传给妹子使用 使用或者传给你去使用 对吧 那这个我们就需要串形化 或者我就对象长时间保存 保存的数据和保存的文件也需要串形化 你理解这问题了吗 对吧 串形化就变成字符串就可以吧 那比如说 我现在 这是咱们上节课学的 一个一个类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串形化的概念 串形化 什么叫做串形化 好吧 对 串形化也叫做 序列化 序列化 这个名字一定要列出来 不然的话 有人在实际用的时候就说 高老师 这个我们讲过串形化 对不对 那面试或者谁问我 什么是序列化 我就答不上来了 有这样的情况 只是名字不同 教法不同而已 那看一下串形化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将对象 什么 转成 对 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怎么呢 不用看懂 听懂吗 不用看懂字符串 那意思是二进制的串 其实我们简单可以看懂大概的意思吧 但是不用去看懂的 因为咱们这个串 咱们不直接当字符串来用的 听懂吧 这这个叫做什么 串形化 串形化的过程 第二个 什么 将对 将什么 将串形化的这个字符串 不是所有的字符串都行 必须对象转成的那个字符串 听懂吗 将这个字符串 再转回 字符串 再等到 转回 对象的过程 这个叫做什么 反串形化 反串形化 大概理解这个概念了吧 这就是一个串形化 一个反串形化的一个概念 对吧 那什么时候转记住 这个需要注意 并不是说我所有用对象的时候 并不是说所有用对象的时候 都去转 听懂吧 只有两种时机 也就是转的时机 注意什么呢 串形化的时机 有两点 第一个 什么呢 将对象在网络中 对 传输 这个时候需要串形化 反正对象在我内存里边 没法提出来 说传到你内存里边去 这是做不到的 听懂吗 那变成这种串 咱们用任何网络串出的协议 都可以把这个传给你 让你使用 对吧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使用 是将对象持久保存 也就是长时间保存 持久保存 因为在逆存里边 我随着脚准运行结束 是没了 对吧 我在开机的时候 重启服务器的时候 什么都没了 对吧 这两点的时候都需要变成自货串 你操作自货串都可以 比如说把它变成自货串了 广告文件里了 拿油盘考给妹子 对吧 妹从油盘读出来 还能把它变成 我这边设置好 对象的结果 就是这点吧 就相当于 比如说 一个大飞机 比较大 对不对 假如说 假如说它出故障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得反厂 比如说美国生产的 对不对 那我得怎么办呢 你把飞机那么大 你能运回去吗 它飞飞回去了 对不对 那要运回去的 没有那么大车可以拉回去 对吧 所以把它拆成零件 咱们就可以运了 可以是跟这种情况差不多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串型化和反串型化的一个过程 好吧 串型化和反串型化的过程 好 假如说 这个是一个类 person 这个类 咱们原封不动的 这个对象 P这个就是咱们用的对象美子 咱们可以看下这个对象 现在好不好是 S以外说 我画的方法 见过一下 看到了吗 来我们试一下 lockhost lockhost test.prp 我这是字符记 我得怎么办 字符记得修改一下 字符编码 UTF8 看一下名字张三 释放 是不是都是好使的 对吧 然后我这里边先不在这写 把它 剪切一下 这个探点 p是不是就在一个类文件 好 我在这块建一个 怎么的 保存这个对象的一个文件 我叫SV 就是随便起个名吧 对吧 就叫SV 写点P 可不可以这样 然后在这里边 我要想用这个类的东西 我是不是把这个包含在一个文件里就行了 包含进来就行了 宁可路的 写的test.prp 是不是就把这个类包含了 那我现在 再同样把这两条代码拽过来 看一下 跟刚才效果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刚才都写在test.prp文件了 这个是把它提出来了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访问不是这个 访问什么 right点 prt 查看一下字幕机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那现在 这里边 类结构在这里边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这对象已经有了 对吧 我想把对象保存在文件里边 拿油盘考给妹子 对吧 那我现在这个对象没法保存呢 对吧 那咱们就来一个什么 序列化的一个过程 对吧 怎么个序列化 用什么 seri ali 这词叫做序列化的意思 对吧 只要把对象 往这里边一放 就会把内随中的对象提出来 当然对象属性能够都保留 对吧 提出来之后 转成了字幕串 这个就是什么 转完的字幕串返回来 就这么简单 用一个系统函数就可以 将内存中这个对象提出来 转成字幕串 对吧 那这一字幕串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比如说我把它保存到文件里边去 当然后边咱们会学习文件内容 如何保存 先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 什么 file file put 用这个函数就可以把一个字幕串保存的文件里边去 保存哪文件呢 比如说 obj.str.obdstr 随便命名一个文件 tft文件 行不行 谁呢 将这个字幕串保存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只要输出一条语句 这条语句输不输得都行 对象 转完 字符串 保存到文件中成功 就这样的输出一下 对吧 直到我这个页面在干嘛 对吧 那这块是一个什么对象 对吧 一个对象提 这块是干嘛 将对象 干嘛 串形化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形成字符串了 然后将字符串 将字符串 对 保存在文件 obj.str.tft中 对吧 来我们来绿形一下 是不是对象 转完字符串 保存到这个文件中成功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当前目入下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保存的就是对象 是不是不是在那层中 而是在能看那个文件中了 那这文件我现在就可以拿油盘讨个妹子 或者是我俩用任何的网络传书传个妹子 就是什么 是不是都可以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咱们说这里边的字符串 你没有必要看 但是简单的看 咱们也大概能看懂个一点点 对不对 这只是序列化后的一种格式 就是什么 你不用管这个格式是怎么弄的 怎么来的 对不对 大概了解就行 什么是这个类的 对不对 有所属于什么名字啊 叫张三的年龄十岁的性别男的 对不对 然后里边有什么AA 这个是一个数族的属性之类的 是不是大概能看了解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类里边 是不是大概有这些东西 对吧 这就是序列化 那假如这个字符串传给妹子之后 妹子拿到这个 再把它变回我想要的这个对象 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得反序列化了 对吧 所以我再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什么 read.tsd.prp 读这个文件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开 这里边 首先呢 我们必须也得要这个类的结构 因为保存对象和类是两个东西 对不对 对吧 类是一个描述性的东西 你要描述性的这个类文件 本身就是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这样的 它结构是无变的 我直接比如说也把这个类考给妹子了 然后你就拿到那个串约画之后的就能返回这个对象 就是什么 类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不是那类之中存的 对不对 对吧 咱们用的是真正的对象 在那种存的 所以包含tess.prp 把这个类包含过来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反串约画呢 这话 反串约画 先要什么 把这个文件内容读出来 对不对 读出字符串 从文件中 那 字符串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file 盖 下号线 cunt ents 这个函数 咱们后边文件处理会学 您只要记录 里边传哪个文件名 obj str.ht 就会把这个文件中内容全读出来 形成这个字符串 看到了吗 然后咱们开始什么 反串约画 反串约画 反串约画怎么能呢 就是用unseri aliz 跟刚才串约画 单词差一个什么 差个un 对吧 它用起来也比较简单 只要把这个原来串约画后的字符串 往参入一传 反回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对象 对吧 反回来就是对象 然后转回来对象和转之前是一样的 我可以让用 你看这里边有拗的过程吗 没有对不对 是不是原来的对象了 假如是毒是妹子 机器写的一过程 对不对 我串给它之后 把类串给它 把这个文件串给它 对不对 它就会反转回这个对象 你看 你看 电话里边说话 跟原来的结果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我这话 反问一下毒 而言地点 PRP 我们查看一下边 你看 我的名字是张三 我的年长是十岁 性别是三 是不是跟最初访问的结果是一模一样了 对吧 现在就经历了一个什么 转成字幕串的过程 也就是任何时候 任何人在任何机器里边 拿到这个类文件 当然这类文件命名咱不太规断 就这样 和这个对象序列化的这个文件 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 一起拿到 就能把这里边的字幕串 转回对象 然后就用这个对象 面对对象就可以了 所以这变成字幕串了 在网络存也可以持久保存一些 咱们用的是一个持久保存 对吧 这个时候用到这个 好 之前关系呢 咱们这节课 就介绍到这里 只介绍了一个串形化 那下这课咱们介绍 跟串形化有关的模式方法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课咱们介绍到这里 再见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